哪 不是 你跑医院干嘛去了 我没事 我妈胃溃痒 我在这边陪着她呢 怎么好端端的就胃溃痒啊 医生说 可能是平时饮食不太注意 然后休息的时间也不够造成的吧 严重吗 需不需要手术啊 现在还不知道呢 还得在医院里观察几天 过几天才能知道要不要做手术 哎 你在哪个医院啊 我过去找你吧 今天太晚了 你别过来了 可是你一个人在那儿我不放心啊 你一个人过来会更担心的 听话 今天晚上哪都别去了 好吗 可是 行了 别可是了 那 那行吧 好 对了 我今天 听说台球馆那边闹事儿啊 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行吧 那 你也别太担心了 你就在医院 你抽空睡一会儿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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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泽峰 怎么样了 不知道呢 医生在里边给他做检查呢 希望没事吧 怎么这么突然啊 其实我妈原来就跟我说过 她胃不舒服 我一直没当回事 林先生 副查怎么样 经过这两天的治疗 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消化不良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 都会出现这种症状 只需要在生活上和饮食上 多加注意就好了 不用担心 过两天我们还要请专家 取活组织 进行详细的病理分析 然后才能最终确诊 好 谢谢 来 不客气 你看 我就说一定会没事的 没事就好 我们应该没事多陪在他们身边 免得以后给自己留遗憾 阿姨 小心来了 对啊 我们来看您了 快坐 本来昨天晚上就想来看您的 可是怕您休息了 不好打扰 所以今天才过来 你们工作都忙 能有时间抽出来看看我 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医生怎么说的 没什么大事 医生让您多注意休息 注意掩饰 没什么大事就出院吧 咱们回家 在这住一天得花多少钱啊 这也能花多少钱啊 妈 您还得留在医院 把身体给调养好 我在这住着不自在 阿姨 你得听晓风的 而且你过两天还有要检查呢 等检查明白了 我们才能放心啊 还有医生说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你一定要多注意了 我知道了 要说阿姨别的不行 我这身体还挺好的 说不定我这样的 还能活到一百岁呢 对啊 阿姨 医生说 心外的不可以吃 凉的也不能吃 而且最主要是保持一份 愉悦的心情 我现在有吃有喝的 心里可高兴了 要是你和晓风有了着落 我就更高兴了 你看您 说什么事都往这上面扯 我不往这上扯怎么的 我现在年轻 你们有了孩子 我能给你们看着 过几年我老了走不动了 我怎么看孩子呀 那行 那您也得先把身体养好了吧 那您把身体养好了 再等两年 病生了十个八个蛋里边 你看这孩子都这么大呢 一点症情都没有 好了 你快进去吧 别管我了 这段时间 我要在医院多陪我妈 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了 你别生气啊 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生气啊 我以后每天给你们送饭呗 不用 医院都有食堂 别麻烦了 那我要给你送饭 我给你给你煲点汤呀 做点有营养的 终归是比医院的食堂好吗 这样我还能看到呢 好了 就这么定了啊 对了 以后我有时间就过了 咱们两边倒 不用 我跟泽秀会两边倒的 而且还有刘叔呢 你就安心工作吧 最近他就听出的问题 我也没时间去管 什么问题啊 晓晓没跟你说吗 没有啊 出什么事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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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 照照照 快 拿金子照照 照您的德行 干嘛呀 最帅男人是谁 是我 没变啊 哇 你不要脸的程度 都赶上我了 是吧 是的 忧郁的眼神 唏嘘的护着肠 有没有一种 英伦男人的感觉 还感觉呢 就你这样 往神农架上一百 我告诉你 没两天 科学家就把你带走了 一看是野人 懂什么呀 这叫颓废方好了 你个兔妈 颓废方 那你回家颓废去啊 你看你在这儿 胡子拉叉的 脸也不洗 脏了吧 今天睡在这儿 你说谁来打球呀 哎呀 他失恋嘛 心情一定不好 那我们就多陪陪他吧 全是他自己做的 我爸 你知道有一股话怎么说吗 自作孽不可活 全是他自己弄成这样的 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那我能怎么办呀 兔妈跟我分手的好吧 哎呀 女人嘛 女人需要哄的 你就说两句好话 好听的 道个谦 哄哄她就行了 你以为秘密跟 跟你们家珊珊似的 没钱没费这么好哄啊 哎 我 我我真不管你了哎 我我我我我我 我换你屁好呢 哎 就这么跟你说吧 你兔妈的脾气啊 你就主动给她打个电话 给她道个歉 她就肯定会原谅你了 傻不傻呀 嗯 不打 哎呀 男人大丈夫能屈能伸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你就打一个嘛 就是打一个嘛 那我我我看你俩面子 我打一个啊 那就快打 快点啊 俩面子真打 来 嗯 干干嘛呢 看电影呢 跟谁看电影呢 你管得着吗 你还生我气啊 我干嘛还生你气啊 咱们俩不都分手了吗 我不受你气 分手那事你说的 这感情是两人的事 你说不算 没机会我同意 我没同意呢啊 怎么着 我做什么事得征求你的意见啊 我告诉你 秦秘秘秘做事 从来不征求别人意见 你还有事吗 你跟谁看电影呢 一男的 谁啊 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 你帅哥 行 秦秘秘秘 你翻篇翻篇都快了呀你 你是不是早有想好 所以说你才甩了我的呀 对呀 我早就有想好的 比你长得帅 比你有钱 比你好 怎么知道吧 谁呀 你把电话给他 我跟他说 你说他是我吗 他没那么帅吧 又就是 中上的人吧 自我 心秘密 不接我电话 跟别的男人看电影 想气死我什么 你以为我真生气 我不生气 我真一点都不生气 知道吗 就你这样 你想起谁啊 生命是如此的回话 生命是如此的警裁 不就是疯了手吗 谁怕 谁啊 你俩什么大作啊 我跟你俩说啊 我但凡要找女朋友 那一抓一大把 那你抓应该看看呀 对啊 对啊 不信是吗 真不信 不信 正面为了我看 喂 在哪儿 我在婚礼上 谁婚礼啊 你啊 对啊 不是 你怎么结婚 不知道说一声啊 看 不是 男的谁啊 你不认识啊 这干嘛呢 陈北 这跟你没关系 你以后别再打电话给我了 好 拜拜 就这一个啊 就这一个啊 没了 没了 记住苏果 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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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哎 陈北啊 我现在在机场呢 出差啊 什么时候回来 我请你喝咖啡啊 我啊 移民去加拿大了 我没跟你说吗 移民加拿大 以后啊 要是来加拿大玩呢 给我发一脉哦 不是 你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妹子又失 方恨少啊 我来 我来 分手后 心里的简 被掏空 只好慢慢地胜了 慢慢地等待着 心里的井水 再度满溢出来 但很清楚地知道 不可以再和他在一起 但是离开这个人之后 却又觉得 怎样才能看到出口呢 欧巴 我就是你那口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井 杉杉 欧巴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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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你什么事啊 你说我什么事 我看你俩在这烦我 你嫌烦你躲远点 你俩可以 行 我管 再见 再见 不送 贝贝 你什么意思啊 你凭什么把林泽峰踢出去 不应该吗 就是因为他台球厅被人找娃娃 他要继续在这儿的话 台球厅根本没法继续进去台球 你的意思是 林泽峰拖大家后腿了是吗 自从这个台球厅开起来 你说说你 出了多少幺蛾子 捧了多少娄子 我们说什么了 我们把你推出去了吗 再说了 这件事情林泽峰根本就不知道 这别人找他上去 你凭什么要怪他头上啊 我告诉你 现在他妈妈住院了 你这叫落井下石 林泽峰他妈没事吧 现在在住院观察 很严重吗 现在还好 没什么答案 贝贝 我知道你讨厌林泽峰 但是我希望你 你分事分情况好吗 我是在分事分情况呀 我分得很清楚呀 林泽峰如果继续在这儿待下去的话 那大家全都打水漂 你自己看着办吧 妈 您啊 现在得少吃着油腻的东西 多吃点水果 补充维生素 哎 你也吃一个 别老给我削了 我不用 来 您吃吧 甜吗 甜 蜂啊 你最近 一段时间一直在医院陪着我 是不是耽误工作了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你刘叔又回来了 从明天开始 不许到医院来陪我了 我没事 你现在工作顺利吗 挺顺利的 好 来啊 热水啊 烫烫酒 烫烫酒啊 疏精活血 一会儿我来吧 您啊 没事 别天天往这儿跑了 怪辛苦的 有我跟我哥轮包倒就行了 你们俩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大排档我已经卖了 我呀也没 大排档卖了 卖那个 你呢 怎么回事啊 小小 跟我出来 你看你这张嘴 胡啰嗦什么呀你 不是 我不是 一时糊涂我突出来了 你早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怕你不同意 到底怎么回事 妈早就知道 CES破产的事情了 她知道你是因为 担心她没有告诉她 所以她就一直装作复制灯 去那时间 妈知道你看笑东西需要钱 就把大理当给卖了 她当时也没有跟我商量 是卖了之后 把钱给我的时候 我才知道的 正好我那儿还有点积蓄 就一起给你了 哥 你别怪妈 她明白 如果你知道这笔钱 是从哪儿来的 你肯定不会要的 我觉得她还没什么 肯定不会要的 自己应该都跳 我会陪她 我感觉 再不准来 你引起来 我还是要不就 你avan 特别恨她 可现在看她这样躺在病床上 我的心就跟用刀一刀一刀在割一样 特别疼 这老太太吉人自有天相 你也别太在意 这个在医院住着 动手术住院需要的费用比较大 我呢前两天别人给我推荐零股票 差点给我套死 所以这也不多 我再想办法 谢谢 咱兄弟之间客气这也干嘛呀 对了 我听袁爱说小野这孙子到台游厅找你麻烦 又命我找些哥们儿刺牙一个 不要了 这事摆明是冲我来的 你别参与局了 不过通过这事呢 我就袁爱这姑娘的态度倒大有改观 她现在正在跟小野闹离婚呢 一个姑娘为你能做到这样 也挺难的 所以嘛 我不想再欠她什么了 我吵死你了 我吵死你了 没有 我本来想过来拿点东西给你送到医院去 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六叔在医院盯着呢 晚上我再过去 来 陪我坐会儿 知道吗 小野 其实 我一直都特别恨我妈 我一直到前段时间 我的心里 都没办法原谅她 都没办法原谅她 你现在不已经原谅了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总会遇到这样那样 让我们觉得失望 伤心 甚至愤怒的事情 可是有的时候 换个角度想一想 也没那么糟糕 只要我们宽容一点 就能够活得快乐 对吧 是啊 原来我一直认为 都是别人亏欠我的 包括我妈 包括左秀 可是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其实是我欠大家的 我妈为了让我创业 把自己的大排档给卖了 泽小爷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都拿出来了 可他们需要我的时候 我在哪呢 你别这么说 已经很努力了 所以 我们要珍惜 现在拥有的一切 还来得及 好 喂 怎么了 嘴修出车祸了 走 去医院 你们是林泽秀的家属啊 我们是啊 这车祸到底怎么回事啊 据当时的目击者说 林泽秀当时在去郊区的高速公路上 前方有一辆运钢管的卡车 车上绑钢管的程度突然断了 高速行驶的卡车 把钢管全都转了出来 林泽秀反而很快 本能地躲避 但是撞到了路边的水泥后栏上 具体情况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谢谢辛苦了 医生 我弟弟情况怎么样 医生 我弟弟情况怎么样 病人的情况很严重 我们正在全力强调 你们家属要有细地准备 这件事先别告诉我们 知道了 怎么了 哭了 没有啊 眼睛都红了 告诉阿姨谁欺负你了 要是有谁欺负你啊 阿姨去找他 没有可能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吧 谁能欺负我 我欺负别人还差不多 哎 早上你看到泽秀了吗 他早上给我打电话说 中午来看我 现在都晚上了还没来 那个 可能他在忙吧 最近 他们公司事还挺多的 你说今天中午 我睡一觉 做了个梦 我很少睡觉的时候做梦 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你梦见什么了呀 我梦见我们家门前啊 有一条小河 我去洗衣服 则秀呢 非要去游泳 他那时候的模样 就好像七八岁的时候 则秀从小就不会游泳 我就告诉他不能往里游 水深容易淹着 可他不听我的 这一查眼的功夫 孩子就不见了 我急坏了我就喊 则秀啊则秀 好了半天把我给吓醒了 我好看 我好看 他就帮我女子 好看 你看 我好看 我 病人的性命保住了 至于他能不能清醒 还不一定 而且他有可能恶化 这什么意思啊 病人什么时候能醒 我们也没有办法 给你们一个准确的时间 那他是不是就醒不过来了 这个要看病人 自身恢复的情况 有可能一两个月 也有可能好几年 简单说就是一个植物人 谢谢啊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安慰的话 都没有用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但不管怎样 你一定要坚持住 现在 你妈妈 泽秀 还有我 我们都特别特别需要你 泽秀应该没事的 我们要找最好的医人 请最好的医生 太好喜欢 我相信 这只是一个劫难 我们一定会过去的 我会陪着你到 一起 所以你千万不能垮掉 你仔细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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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电影里的欧巴太帅了 那我帅还是他帅 刚刚那个女的也很漂亮啊 那他漂亮还是我漂亮呢 有狗狗 小可莲 你怎么就一个人呢 你的妈妈呢 应该是流浪狗吧 它这么可爱 怎么可能会有人忍心不要它呢 对啊 是挺可爱的 欧巴 要不然我们收养它吧 不行 它虽然可爱 但是我对长毛的动物会过敏 我会一直打喷嚏 一直打 一直打像这样 它那么小 那么可怜 如果我们不要它的话 它会死掉的 哎 哎 要不然拿去 小新的宠物医院吧 那边有很多狗啊 不行 林泽峰最近家里出了那么多事 小新一直在医院里 宠物店都好几天没有开业了 它哪有时间管狗狗 哎 小新真可怜啊 哎 送给月月吧 嗯 那更不行了 月月刚怀孕各种谨慎 更不可能养狗狗了 哎呀 那怎么办呢 哎 我想起一个人了 交给他一定卡普 谁啊 哎 谁啊 哎 谁啊 你说泽舅这还怎么能出这种事啊 这事怎么落他身上了你说 刘叔 这事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 肯定的 就你妈那心理素质和那身体 告诉她就麻烦了 哎呀 哎 哎 你们俩回去吧 这儿有我呢 而且泽舅这还得他福大命大 我一直在看着他 日子还长着呢 你们俩啊 先回去 明天一早再过来 照我盯着好不好 林子风 刘叔说的对 现在你妈那边 还有则秀这边 都特别需要我们 我们可不能倒下 刘叔 那这麻烦您了 咱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甭说两家话 你们俩赶快回去 明天一早你们还得来 一大堆事等着你们呢 好不好 我这盯着啊 行 那有什么事 你赶快给我打电话了 我这盯着你们赶紧回去秀回去 好吧 也别着急啊 走吧 走吧 那我们先走了 走吧 走吧 你不要太担心了 你妈妈那边 你去照顾我 走秀这边 我来照顾着 这样 我们分工比较好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你一下 来吧 别这样 我会担心的 有什么事情 等你去拥有的 你偶尽 recommend 你 我 小心 我妈病了 则修成的这个样子 真的 你可千万不能再有什么闪失啊 你要再出事了我可怎么办啊 答应我 照顾好自己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别说那些丧气话 这不好好的吗 咱们俩都要好好的 你看 嗨 嗨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我看看你啊 我还不知道你啊 你会没事来看我 无事不登三宝店 说吧找我什么事啊 你跟贝贝和好了吗 小白 你要是他派来做说客 麻热利索赶紧回去 回去又告诉他 不要打电话骚扰 不是 多大点事啊 你看你们俩弄成这样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转移生活的重心 你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你缺少什么吗 你缺少一只狗 像你这种失恋的女人吧 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 男人上透了你脆弱的心灵 在寻找幸福的道路上 你找不到方向 找不到前进的动力 那你现在也缺一样东西吗 缺什么呀 缺心眼 你说真的呢 狗特靠谱 狗就不会背叛你 记得 那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一个飘满额毛大雪的星期六 我大姨妈离了婚 每天都以泪洗面 甚至都失去了爱情的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 小花花出现了 亲爱的 你真不容易啊 为了劝我 连你大姨妈头搬出来 这不是关心你吗 花花是谁呢 小花花是一只小土狗 虽然她长得不漂亮 但是她善良忠诚 在她的陪伴下 我的大姨妈终于走出了 离婚的阴影 你现在就需要找一只 让你走出失恋阴影的 小狗狗 我帮你噶了一只 嗯 长得帅吗 你徐帅 帅我强行 你看 我们现在想想的啊 没有准天 你看个心疤 提着你啊 打不还手 骂不嚣不嚣 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 跟贝伍似的 要看 好像不错啊 带来看看呗 过了这错就没一点了 现在立刻马上 你看 帅吧 你看 这顺眼皮 这长睫毛 这小酒窝的 小姐姐 就是你要送我那只狗啊 你哪儿捡来了呀 实在是有点事耽误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请美女吃饭 不存在一个迟到也不迟到 我愿意 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是不是今天不营业啊 我包了呀 那服务员呢 服务员 我觉得服务员站这儿都碍眼 所以让他们到厨房上菜去了 不是 你说的真的假的呀 真的呀 那得花多少钱呀 这孕妇啊 吃饭的时候需要安静 所以呢 我找一个最安静的环境 跟你吃饭 不是 后来这样太浪费了 你说吃个饭旁边有人 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让那个经理把钱退给你 咱们走吧 不浪费 这好不容易 约约小姐一次 还不得隆重一点 对吧 咱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了 甭随便嘛 你现在是孕妇 得需要营养 专门带你吃点好的补补身子 我看啊 按你这待遇 我出不了几天就成一个胖子 到时候真没人要我了 你成胖子啊 就你这体型也是前途后翘的 喜欢的人多着呢 哎呦 没想到 你对美食这么有研究 对这方面也挺感兴趣的嘛 不是我感兴趣啊 是你体型太好 穿衣服都包不住我 吃吃 对了 我还问你一正事 最近怎么样 团朋友了吗 没用啊 还是一个人啊 不是 那么说这全世界的男人 都有机会了 这机会人人都有 那我就踏实了 这阔虎里呢 还包括我 对吧 开玩笑开玩笑 吃吃吃吃吃点东西 哎 服务员 把那热菜热菜热菜 好好好 马上 好 等会儿啊 硬菜马上就上了 吃 尝尝啊 这菜还真好看 还好吃呢 好 多吃点 来 热点橙汁 最近怎么样啊 这么长时间没见 你怎么又来又漂亮了 你一上来又夸我 那我都不好意思骂你了 看你这话说了 我 我最近没找你吧 我怎么得罪你了 我告诉你啊 你跟月月离婚的时候 我特别想跑到你们家 去骂你一顿 是月月把我给拦住的 今儿出来跟你一起喝咖啡 是看着咱们这么多年 朋友的情分上 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你说你脾气还这么不好 你都谈恋爱的人了 你不能淑女点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没工夫跟你扯仙牌 那个 月月她最近过了好吗 这事跟你还有关系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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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